台中市的后里马场除了是很多人美好的童年回忆之外 也是2018年台湾花卉博览会的场地 目前已经成为全台湾知名的观光景点 2022年1月22号到2月28号这段期间 台湾休闲运动科技公司跟隆之岭旅游集团 特别在霍里马场举办2022魔幻艺术嘉年华活动 让园区注入新的旅游元素 在38天的活动当中有花舞馆的魔幻迷宫 未来术带大家进入奇幻的异世界 户外舞台有世界小丑冠军演出舞台剧 让游客留下欢乐的回忆 像外面广场里头广场都有很多美食的呈现 所以我们希望呈现的就是让亲子 让亲子爸爸妈妈带小朋友进来玩 那可以在这里头我们大概安排了 可以让他们玩到六个钟头左右 可以非常的尽心地玩 我们里头像这个小火车也好 还是我们的汽电乐园都是免费的 小朋友你要玩几次你要玩一整天 我们通通都免费 来到百年历史的后里马场走马看花 到处都是美丽的风景 主办单位更布置了魔法森林 起伏鸟居让人有未出国的感觉 弱势团体低瘦入户 身心障碍人士都享有免费入园的约会 这样佛心的主办单位还请来了很多著名网红 到场做直播充人气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 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然后大家可以来逛逛 我们现在在后里马场坐小火车 这个是新的体验 第一次来体验 在后里马场今天是 那个魔幻艺术嘉年华的活动 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这边玩玩看 游客来到2022魔幻艺术嘉年华 买了门票就可以观赏各种精彩表演节目 免费搭乘游园小火车 搭台铁到后里火车站 就有到园区的公车可以坐 民众不妨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走一趟后里马场 感受春节出游的美好旅程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刘亦伟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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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好 好